文化APP 以及搞笑短剧等方式带给观众欢笑 那么现在他们在网路上发起了一项公益表演 将邀请社会的弱势民众来欣赏他们的演出 并且希望借由表演来散播欢乐 究竟把自己定位为搞笑团体的他们 要如何进行这场欢乐的疗愈表演呢 而他们在沉溺的过程当中 又有哪些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好好笑女孩的团长黄玉婷小胖 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 哈喽小胖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好好笑女孩的黄小胖 是小胖 我知道你们是在2013年成立这个好好笑女孩 我可以请您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成员有哪些人 那时候为什么又组成这个团队的想法 我们的团员呢 有运动型的像是寒冷纳 他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他其实除了可以拍搞笑的白鞍影片 在网路上爆红之外 他又可以拍向天堂的悬崖 这样子很尺度很大的MV 所以是一个很多元发展的一个演员 叫哈喃娜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你所不需要知道的 冷知识的专家 大特酸酸酸 还有一个是蛮特别的 大部分的谐心都是矮矮胖胖的 但这一位呢 都是高高瘦瘦的 属于喇牙型动物型的 一个搞笑演员叫阿花 然后还有我们天然呆天然萌的一位可爱的女生玉山 以及我们的比较台式八点档的女孩啪啪 总共六位 总共有六位 你们那时候是朋友吗 还是说是同学组成的 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卡米蒂喜剧俱乐部 那他就是培育一般接一般的一个搞笑的团体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怎么都是 就是大部分的搞笑团体里面都是男生居多 我觉得很无聊 我想要把女生凑在一起 我就从 因为我是一般的嘛 那我就想说 我从二班里面也找女生 那三班里面也找女生 就这样凑成团了 所以你们都不是一个表演的背景出身的吗 是不是 有 有韩冷娜 韩冷娜她是北一大毕业的 她算是表演的背景 那我们都是去参加这个 就是脱口秀的训练营 是 然后就凑团了这样子 就参加这个脱口秀训练营 然后认识 然后再把组成团队就对了 对对对 我知道您自己本身好像还是一个专业造型设计师嘛 对对对对 不过呢 我在网路上看到你们这个宣传的影片 那我发现你们其实大家虽然都是女孩子 但是呢 大家都非常的放得开 也非常的搞笑 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你们那时候当时为什么会以搞笑作为这个出发点 然后你们平常都是利用什么样的时间去练习 为什么以搞笑为出发点呢 很可能也是就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就觉得说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演出来 大家轻松自在 把女生真实的样子演出来这样子 可能你们压抑太久了 对对对 那你们这个要怎么练习啊 我很好奇 其实随时都可以练习哦 就是一种生活观察 就好像我发现女生私底下都很好笑 但是只要有别人在有眼光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紧 所以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如果 其实我们如果随处看认真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处都很荒谬啊 好比现在的我 就是好像很认真 很震惊八百接受访问 但我有可能穿着睡衣 那我可能穿着睡衣 大家听起来哇好像还蛮sassy的 那一般女生的睡衣 就是一件很大很破旧的一件T恤 很宽松 就是一点都不sassy 这是我想要把一般女生真实的样子给表现出来 就是用一种自然的表现方式来做这个表演就对的了 自然的表现方式 那你们剧本呢 剧本怎么创作 我知道好像有几位是负责这个剧本的撰写嘛 对不对 像那个 你所不需要知道的人 这是的专家大特酸 他的抬头很长 他是我们最主要负责剧本创作的 那剧本是怎么样创作出来 其实跟生活观察很有关 然后他很喜欢在我们在拉迪赛的时候 然后就把那些点子就是一个一个记录下来 然后到时候他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他小时候特别喜欢玩洋娃娃 他有很多公仔 然后就会自己幻想自己是导演或者是上帝 然后就就开始操纵他们讲什么话 这是他从小的练习 那长大了之后写剧本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就生活的观察就对了 对对对生活的观察 不过呢我很好奇啊 你们其实都还算是这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 那不知道这种周边亲友对你们这种很放得开的这种搞笑的表演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你们有没有遇过什么样从家庭亲朋好友方面的阻力啊 周边的亲友感觉上都是很支持我们的耶 可能一开始在我们还蛮年 像我的部分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 家里人是不准我从事表演的工作 但现在都年纪大了 他们就觉得那你开心就好 那有的人的亲朋好友的态度是把他当一个奇珍异兽在看 就是好像本来是有谱的在暧昧的对象 一来看他的表演就 好好玩哦 你就是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就找别的女生一起来看我们的表演 像这样 那大部分的亲朋好友都是支持的 一开始呢 其实都会买很多的票来看我们的表演 然后会号召亲朋好友 那现在你说我们有遇到什么阻力吗 就是这些亲朋好友呢 也就懒了 就开始不买票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阻力了 但是对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就是很全力支持就对了 是支持的 都是支持的 我相信经营这种表演剧房的 这种团体哦 这其实这种收入来源 其实也真的很不稳定 如果都是靠现场演出 一般来说一般的剧团都比较大 那他们还有别的商业的接的case 那我们就还在成型啦 所以一切都是在努力中 是 不过呢 我刚刚有讲过 我看过你们的表演 真的你们的搞笑功力是一流的 但是呢 我相信这个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你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练习 或者是在学习过程当中 没有最辛苦的部分 你们一开始就是这么放得开吗 一开始其实就是还蛮放得开 大部分其实这些女生的基底都是活泼的 是 所以放得开不是一个难处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 妹妹嘎嘎啦 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没有办法穿女装 他穿女装他就别手别脚 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变笑点 对 那像我都已经就是一个成熟的成熟的女孩了 花样年花 好花样年花 新手女了 但是有时候演出的时候又要我演AKB48 要我绑双马尾 我就会很崩溃 所以其实都还是会有崩溃的点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辛苦 当然刚刚讲到经济上的压力也是一个辛苦 可是如果就表演上面的辛苦 是因为我们常常要 我们的表演是比较互动的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要假想观众在那边 那我们还要假想观众会有哪几种反应 所以在自己练习的 尤其是脱口秀就一个人讲 一个人讲 然后要对着你可能对着你的电话 对着你的饮水机 或对着你冰箱 然后幻想他会有反应 这些事还蛮白痴的 是 听起来有点精神分裂症 真的如果旁边人看我们在练习 应该觉得我们真的是疯子 是 那其实因为刚刚有聊到互动 我们怎么样跟观众做互动这一块 其实我们有尝试 就是我们都是女生 但我们演男公关 是 那我们就请观众 现场的女观众 绝对不套招 绝对都是现场挑 挑女观众上台 然后我们就对她出招 是 那也有我们现场征婚 就我们都是女生 然后我们拿着一把枪 然后就指着那个我们想征婚的对象 那都是谁出挑的 那那位男观众就要硬要从 就是逼他要从我们这六个女孩选一个 那他选完了 不打紧 就是选完了好像就结束了 不是 那我们没被选到了 我们还会打他 嗯哼哼哼哼 你怎么不选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 是 一个一个打完 那就看到那个男观众很惊恐的脸 嗯 诶 这样听起来你们好像表演 在台上表演其实还是有点这个 随机反应嘛 对不对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在表演 呃都会先设想好 所以 但是基本上很多急性 哦 因为你不知道今天的男观众是 会做什么样反应 对那我们也常常在台上就是我今天要cue什么男观众 嗯哼 那我就会还摆明的说 我今天呢 我今天的老公是一个花格子衬衫 嗯哼 然后呃 戴着眼镜 手手上拿着一个包包紧紧握住 死都不肯放 嗯哼哼 然后其他的演员就在找说 诶是哪一位 我到底在讲哪一位 找到了之后就每一个人开始攻他这样 是 很好玩 很好玩 那这样子台下的观众可以接受你们这样子表演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天性比较拘谨一点 那有的可能就是比较活泼 你们有没有遇到很棘手的状况啊 找出了对象 当然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其实你的好眼力很重要 你要找到其实他是会肯跟我们玩的观众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其实台湾人都还蛮放得开的 嗯哼哼哼 都只是表面紧 稍微凑一下他们就哎 跟你一起了 嗯就放开了 就放开了 嗯哼哼哼 所以其实也也不到这么难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 据说我们猜测是被我们玩过的男观众 就是太喜欢我们自己上去见了一个魏晶麦克 而且很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 特性是什么 就刚刚那些团员他都一一列出来了 我们好容易被Google到 对啊 不过我想要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那时候第一次上台表演经验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你们第一次上台表演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说那次表演经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那时候有没有很雀场或是很紧张 基本上大家可能像舞台剧蛮有可能是什么 第一次上台的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脱口秀跟这种集星互动 像刚刚已经有聊到我们其实蛮多现场的反应 因为每一次都不知道观众会出什么招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都这么紧张 我们每一次都会紧张 会想吐 那就是我们的山山呢 基本上他会绕着一个空地 然后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然后玉山呢 他会对着一个角落 黑黑的角落 然后对着那个墙壁 开始自言自语 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然后他会跑去吐 所以我知道第一次上台应该会特别的做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第一次也变成每一次 你们现在都还是很紧张 到现在都还是很紧张 只是说第一次的上台之后 上台了就不会 上台就是冲啊 跟观众对话交流这样子 那第一次就会比较雀声声一点 就会只有这样子 就是会可能声音会颤抖 或者是要去做观众大腿的时候 不敢做得很放肆 但是玩开了之后 现在都马是很扎实就做断他的腿 不过我想你们这个紧张 也是表示你们想要把这个表演 表演好嘛 做到好 所以才会紧张 不过我想要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 就是说从这个成立一直到现在 你们中间的表演当中 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演出 或者是说台下的观众 有什么样给你们的 直接的反应或回馈 是让你们觉得很感动的 其实台下的观众 他们直接的反应 对我们来说最感动的永远都是大笑 拍手大笑 那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很有能量 那个能量可以支撑到我们下一次表演 是 因为你们就是好好笑女孩 就好好笑 希望你笑 对啊 就是要让大家欢乐的大笑 对对对 那有没有一些观众朋友 就是说看了你们表演之后 也想要加入你们的表演 有耶 最近还蛮有一些人就是 直接私讯问我们说 能不能加入我们这样 对 但是你们就是主要还是这六位团圆吗 对不对 未来不排斥啊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演出 都想要找一些新的刺激 就是借由女生的观点 去想说我这次想要 像有一次是玩音乐 有一次是玩魔术 有一次玩偶像剧 这次玩的是玩影后 那我们想要都有一些刺激 对于这些刺激 我们会有什么回馈的笑料 或生活的观察 所以如果有新的人想要加入我们 我们会觉得很好 其实就是想要拓展这样的价值观 所以不排斥 未来可能团队会再扩充一些啦 对对对或者是全民都变成好好笑女孩也好 大家都喜欢搞笑 女生都会蛮自在的放松的做自己 这一块我觉得都很好 不过呢我们现在团队大概成立了两年了 那我知道你们到各地都有表演过啦 那也可以说是看到很多的人情白态 我可不可以请你自己谈一下 就是说你自己从你这个成立这个剧团一直到现在 你自己有没有从中获得了一些什么 我觉得其实是使命感 当你越做你就会越有使命感 一开始真的是傻傻的想说 啊 着急一些邪心女邪心也没 市场上也没看到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好像很酷的事情 是 但你越做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观众会给你回馈是 他们觉得看到一群女生愿意搞笑 然后把我们很真实的面貌呈现出来 就是他们让他们获得了支持的力量 我也曾经就是想说 因为在我们的演出段落有地瓜嫂 就我们在模仿台式的搞笑 那我就演了地瓜嫂 那因为每次演出都要 就是现场都会准备吃的喝的 因为想要让观众放松 我就想说那就直接找单亲妈妈来 那找单亲妈妈来 直接现场贩售那个地瓜车这样 那一开始也没人去买 中场休息我们一玩一玩地瓜 中场休息大家排队 排完然后我们演完之后 地瓜妈妈就当然摊车推走了之后 传讯息跟我们说 他今天卖光了 然后觉得很开心 因为大笑了 然后又卖光了 然后他下一次还会 如果我们愿意找他 他就会再来 是就是你们这个团队 不只是说只是表演赚钱 其实你们也希望 有一部分是可以做这个社会的回馈 对不对 是的 我们希望做社会的回馈 做一些或者是思考上的冲击 就是女生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是 不过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使命感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你们最近正在规划一项这个公益演出 你可以谈一下你们这项计划的内容会怎么样进行 这次是我们想要筹备在HEREO就是这个集资网 然后想要筹备一个演出是我们希望邀请公益的观众 因为从之前我们陆陆续续跟立心基金会合作 那我们觉得像这样基金会很多 那还有婉轻妇女基金会 那我们觉得其实很多人没有被关心到的是心理 心理不健康就很容易开始大家开始做一些对社会的不开心的事情 那我们想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太大的能力 我们毕竟不是那个医师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大家娱乐或欢笑 那这个娱乐或欢笑又不只是单一的价值观 就是女生就只有做花瓶或仇女这两种选择 女生还有不同的面貌 所以在这样子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同时 我们想要关心到这些大人 那让他们来看 可是你知道大部分剧场演公益场 就是那一场是公益场 所以你邀请来的朋友就是那一场 就会你是阳光基金会 我也是阳光基金会 就会都是阳光基金会的人来看 那我觉得心理不健康的大人更不应该被标签化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我说立心基金会就是心理不健康 而是我们希望提供欢笑能量的这些大人们 他们应该被去标签化 所以我想要加演一场 加就是多开一场 但是多开这一场是分散在不同的场子之中 让这一些人或者张老师基金会的人 他们有机会得到了这样子的公关票券 然后促使他愿意踏出门 走进剧场 然后看一场戏 其实我们也能提供的不多 但是或许他本来觉得在家里笑很孤单 你打开电视你笑就 就顶多这样 但是你一到现场 那个剧场的现场魅力真的很大 观众你旁边左右的人都在笑的时候 很容易被感染 你就被感染对 然后你就会一起欢笑 那一个晚上就够了 对我来说 我能够提供这样子 我就会觉得很心满意足 所以我们目前规划就是两场的表演吗 是这样吗 我们目前规划三场的表演 三场 18、19、20的都是各一场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 集资的活动如果有成功的话 那我们加开一场礼拜六的下午 然后这样子的人数就会打散在这三场中 是8月份吗 8月18 是9月 9月18、19、20 9月18、19、20三天 那目前我们也在集资平台上面有在做集资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查询一些相关的讯息的话 其实可以查UDN的收票系统 UDN的收票系统 UDN 那或者是我们这个脸书好好笑女孩上面也会有相关的讯息的露出 是的 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表演团队 好好笑女孩的团长黄玉婷小胖 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他们成立的想法 以及他们将要进行的公益表演计划 那么他们这个团队是以美式脱口秀 即兴互动以及搞笑短剧等方式 带给观众欢笑 并且希望透过近距离的跟观众互动 用最直接的方式来传递快乐跟温暖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 也想要进一步认识这个好好笑女孩团队 或者呢是想要进一步支持他们的公益演出 也不妨参考小胖所提供的资讯 来了解详细的内容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要再次谢谢小胖 介绍我们的访问 谢谢 那么也祝福你们的活动 可以一切顺利哦 谢谢您哦 谢谢